現在恆指升十多二十點 匯控跟中二棟爭相 匯控這段時間除了息後 去到500元的價位 跟中二棟爭相幾元 現在升了五毫子 其實業績之後 匯控的表現都是OK的 但講到國際級的銀行股 我們不只是只有匯控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我們可以去到新加坡 其實也是幾隻銀行股 都已經公布了業績 業績是非常亮麗的 幾隻的新加坡銀行股 都是創了業績的新高 我們待會逐樣看看 找溫總介紹一下 會不會是新加坡的股票 有些投資的機遇 講到新加坡的業績 因為新加坡股市 很多人都很喜歡他們的銀行股 哪三間銀行股公布了業績 就是聲展、華僑銀行和大華銀行 其實香港人都很熟悉 聲展是旁邊的樓下 公司樓下有一間 華僑、大華都是我們附近 五分鐘之內可以去到這些銀行 淨利潤兩成的增長 接近兩成的增長 ROE一成一到一成半 另外一個預測的股息率 我這個是前日的數目 都有四厘的樓上 都是略為是比匯豐好 如果是股息率來計 這個業績有沒有什麼評論 或者你覺得怎樣比較會合理呢 我想聲展、華僑、大華這些 他們比較上是亞洲業務比較重 其實反而我覺得是好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知道 其實在匯控方面來說 在歐洲、美洲 其實都不是賺到什麼錢 在英國是OK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在法國的話 甚至乎送給你 簡單來說 整盤生意我不要了給你 他其實也有考慮過 最終結果 最近好像沒什麼消息 但是早前 其實曾經跟蘇欣談過 其實在講這個問題 但是反過來 你去到這麼慘 你就是賺吃艱難 其實在歐洲、美洲那些地方 賺吃艱難 但是反過來 在亞洲地區 反而專一一些 在亞洲地區 其實反而容易賺錢一點 為什麼呢 一來亞洲人 我們當年 我又講回當年 其實在說樓市負資產的時候 我們都很乖去供樓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乖乖去供樓 不是說 好像外國人那樣 放下鑰匙給銀行 拍拍屁股 走去那隻 其實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反過來 變成我們的credit 一來就好一些 二來方面 我們本身來說 對它的壞帳也少一些 如果對它的壞帳少一些 的話 壞帳撥秘少一些 自然就幫到盈利 這是其一 第二方面 我們那個息率方面 我們可以把力量大一點 我意思是說 銀行把力量大一點 不是我們把力量大一點 因為在歐美 香港我當作信用卡利息為例 普遍都30厘 樓上36厘 之類的了 你說歐美那些 美國的十幾厘 老實說 三十幾厘和十幾厘 因為剛剛 星期一就出了 美國的credit report 他們的信用卡數升了 但是說別人十幾厘 所以反過來 它的 profit margin 那個幅度方面 又大了很多 容易賺錢 所以如果你說 給我選 通常我會選 亞洲區的銀行 會比較多 我有時我都會問自己的問題 早前匯控跌到 三四十元的時候 我都會問自己的問題 喂 如果它乖乖地 好像升錢 它會不會有這麼多麻煩呢 基本上 起碼不用被美國政府罰到 罰到這麼慘 但是反過來 升錢那些 你不見它有什麼出的問題 美國政府好像沒有針對它們這樣 所以反過來 如果你說買銀行股 你有新加坡股票的戶口 其實新加坡銀行 新加坡的金融機構 包括我的公司 都是新加坡的金融機構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 都是一個選項來的 當然大的 買得舒服一些 那些可以買些銀行 SGX都很厲害 我都喜歡買它的 其實那些就是 本來講 升交所其實都是很厲害 我幫它代言很多時候 幫它代出股票 像港交所一樣 是的 其實它是炒波幅的 但是反過來 他們的金融業方面 有個特色比較穩定 你看升交所的圖 挺隱瞞的 但你炒波幅挺好選擇的 八個六、九個二 其實國人經常都上上落落 偶爾一棍 回頭上得回來 甚至那些DBS也是 其實DBS 打回一個標誌 就是DBS 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見到股價 近來它有個上升通道 其實通得來 它又不是那些很狂牛那種 你可以慢慢追到的 剛剛今天這一刻 不是象中山 thirsty 這是四十三六號三新加坡子 其實國人 都是它在行程中的上升通道底部 距離了貨三十三 amenICO 即是相頂項線 其實這個也不算軟 脊子方面也不算 أ特別 太誇張 彩虛也擴佈到 所以譬如說 他們那邊有他們那邊的特色 當然啦 其實那邊本身有些人習不習慣 但起碼一件事 炒新加坡股票就不用硬睡 炒美股要硬睡 就是亞洲市區 這個是他開市 我們開市 其實我們在新加坡的同事都是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一齊工作的 所以你沒有這個問題 反過來你可能會問 假日費用貴不貴 假日費用很便宜 其實我們公司收這個我想沒有什麼競爭對手 我不介意說買了 其實0.05而已 是不是在說你們 Anyway 我們都是很便宜的 本身來說 都是一個選擇 一個選項 當然 比起港股來說 其實0.05貴不貴 老實說 你起碼比一般銀行便宜 你起碼買的都是比較舒服一點 手機APP裏面現在都很容易可以拿到他們的股價走勢 一個很瘋狂的東西 新交鎖的APP 你在APP Store 打回SGX 其實你們看新交鎖的APP 或者網站 你不小心以為是經紀行來的 其實他們是比較積極一點的 其實我有時跟他們聯絡的時候 他們都說 因為他們那邊相對來說 要勤力一點才做得到比較好一點 所以他們其實那邊的資料方面 是比較多一點 比較充滿一點 你有技術分析 有公司簡報 有公司估值 各樣東西都有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在銀行的角度來講 到底買新加坡銀行好一點 還是買匯控 渣打那些好一點 如果你想找中求勝 我覺得新加坡銀行 可能有它的優勝的地方在這裡 而反過來 如果你說是費用方面 加上費用貴不貴 其實新加坡那邊 跟我們香港其實相差不遠 甚至乎都是差不多這麼便宜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選擇 你說我檢查股票那些是煩煩 一個手機就可以搞定 基本上來說就沒有難度 其實你只要打個Code 如果DBS就是DBS 如果你是新交鎖就是SGX 其實只要打個Code 我的公司就是AI 本身來說 一入個Code 和你入美股的Code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可能有些人會救病成交 因為其實那個人 新加坡股票的股市 的確成交是稍微小一點的 但你買大的 基本上你就不用擔心 你買大的企業就不用擔心 你買一些大的企業就不用擔心 但是講正路的其實 還有新加坡人做事 我都叫新加坡公司合作 他比較保守一點 很少說很speculate 就比較少一些 所以比例說股價波動 波幅的走勢 就沒有說香港突然間 一天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這些是比較少一些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新加坡股票的 我們這一版 新加坡現在的成交額排名 大概是做BB成交額比較高的股票 包括剛才提到的升展 上個月底公佈了業績 連同剛才說的 大華和華僑銀行 三個順利都創了新高 以及調高了派息 派息的增長 一乘七至四乘三 還有DBS是派出的特別息 我們可以數一下 試一下數下去 數到升展之外 另外聖科海市 新電信 大華銀行 另外海德投資 華僑銀行 這些都是比較熱門 交投量比較活躍的 一些新加坡股票 大家都很熟悉的 儀和 是的 遷冊過去 昨天我和鷹Sir做節目 他都說他喜歡牛奶公司 牛奶公司 但牛奶公司 某程度上 你看回香港復償 看牛奶公司 就等於去美心 是的 牛奶公司又是美心 一半五次家族 一半美心 一半是牛奶公司 他解釋 他的邏輯是 他喜歡現在的漆仔 漆仔的業務 便利店業務 香港便利店 就是在新加坡上市 牛奶公司 例如雲頂新加坡 其實我自己喜歡 上一節 上次Kimi上來 就是介紹了雲頂新加坡 因為我現在都找到雲頂 很貴的酒店 是的 如果你去新加坡 就很難不光顧雲頂新加坡 例如Universal Studio 都是他們的業務 除了這些 銀行股 是新加坡股市最出名 之外 還有REITS 也很出名 當然 我們REITS要公股 其實他們有名的REITS 在新加坡 都是超大的REITS 就是C300U 海德商用新加坡順托 他也是剛剛公佈了去年全年的業績 很平穩的 這些單位派息加 股息率五離半 分派收入增長 單位數4.1% 其實REITS 你不會看它是很大的發位 沒有 譬如這個圖 他們是喜歡收租的 新加坡人喜歡收租 其實華人都喜歡收租的 華人喜歡收租 但新加坡人 雖然它有很多衍生工具 但你看到大多數投資者 都不是那麼多參與 反而反過來 REITS他們很流行 銀行股很流行 商品相關的東西很流行 他們喜歡這些 所以在REITS方面他們的選擇很多 當然海德商用方面的新加坡信託 他主要是做一些商用商場 那些商場 那些商業的東西 其實這個mall 你去新加坡都會去的 是不是 我沒有去過 我是去過章儀機場 你有沒有搞錯去新加坡 接下來反而要去UK出差 你竟然是新加坡公司 你不去視察業務嗎 我們因為新加坡 我們買了UKBANK 是啊 我們反而五月我要去UK那邊看 我們IGB 我們叫IFAS Global Bank 是啊 所以其實那樣 新加坡那邊我們視像多 你快點去 視像多 我找人也去的 其實找一下老友機吃飯 但anyway 其實本身新加坡我相信我也要去的 只不過時間問題 一個workaholic 你知道 星期日也做了 你去新加坡 我就跟我們 Zoom 唯有這樣 捉住你Zoom 唯有這樣 其實 但是本身 它的利益 其實有很多元化 如果有商業的那些 其實就有個好處 他們的公司是比較穩定一些 其實交租的問題方面不大 而本身來講 分派方面 息率那些 其實它是reasonable reasonable 如果好像這隻這樣為例 C38U這隻為例 其實那個人的息率也有五里半 當然你可能會 compare 和香港 其實那個人 個別有些都有 但是其實你看看C38 那個走勢 就比較 stable 就不像我們那些 我當405為例 你看見它 貨都來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就是123 薄命升 405 薄命跌了 你收了個息 就試了個價錢 其實有時候也挺無奈 怎麼知道 它前年還供過股 就是了 就是了 接著說 823又說要供股 其實123反而是內房股 各個內房股都跌了 不知為什麼它又不跌了 對 123很厲害 是啊 它比688強 比109 我發覺香港的房拓 就沒有人家那些不穩定的 人家那些房拓相對比較穩定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要收租的話 其實在說的是 新加坡第一個選擇 當然了 也可以是其他地方 但是新加坡 其實各人都是一個選擇 其實各人新加坡近近地 你說要 我們去巡測一下業務 看看剛才的購物 坐4個小時飛機搞定 是啊 變相方面很多 真的好啊 我覺得去新加坡 看看Risk下面的商場是怎樣 是啊 直接去到Link 就是領剪下面 新收購的商場是怎樣 對 剛剛的商場 其實一切都看了 我們就去看看 所以股價走勢方面 近期都是雙雙雙雙雙 一個多元錢 又不是很大的 concern 很大的擔憂 在這裏 變了最近都是近一些低位 其實各人一個八和八這些位 都是一個選擇 因為你買了它 它只是炒英柱而已 其實在講過八至到大概兩個月半 這樣 不多的其實在講兩成的利潤 但如果你說對於一些懶人的選擇 都是一個選擇 就長渣 收了五里半 你現在是一個低位附近 對 那邊來說壓力不是那麼大 還有現在我自己覺得婆子數 你的美金升到105 你現在這個位置暢跌新加坡錢去到買 那就有可能是抵了一點 新加坡的息率現在其實都加到四里二五 其實新加坡都其實有做事的 它不是說沒有做事的 所以變相來講 本身的錢的fund floating 新加坡都keep到的 所以變相來講問題都不特別大 所以其實就不用擔心 會不會新加坡指 給美元拋離價 或者一個人給港元拋離價 其實就沒有 很多時候都很穩定 差不多一對六左右 六個嶺 其實是這麼多的 其實新加坡都有一個 就是它有一個回率的限制 有一點像聯匯 但是就不是那個機制 所以新加坡指 我跟觀眾說是相對比較穩定 它不是絕對像內地人民幣這樣干預 但是它是有一個限制 它沒有零吉那些那麼擔心 零吉那些那些上來很波動 但是反過來 那些坡指其實那些就差很遠 以前叫雷 以前馬來西亞叫雷 多少雷 所以我們做投資 又是要做多些供貨 看看業績 因為業績期過 我們香港每天都講業績 都看看我們一路和大家 跟進著新加坡股票 企業的業績做成怎樣 過去一年 因為新加坡已經提早了開關 提早了 已經取消了防疫限制 它組了我們一年很多 是的 所以它的業績是很正常 那些回復是正很多的 說的是本身你見新加坡航空 其實它的表現都明顯好過國泰 是的 那國泰是很多錢 這句真 說回這個 海德商用新加坡送托 其實主要是做零售的 原來都是新加坡第一個IPO的利益 現在正在做傳統業績 還有它拿著十多個物業 都是一些比較高級的購物中心 譬如大家看到這個 我不太懂得讀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Raffle City 這個購物中心 還有如果大家去那個 黑拉克碼頭 是否叫中文 叫做Clarky 我完全不懂讀 好像是 那個碼頭如果有遊客 一定要去的 很有趣 是一個河邊 然後有很多小食檔 很有風味 還有這件事很旅行 如果去新加坡 又是想起來很想去旅行 新加坡真的要介紹一點 那要去新加坡做直播 是的 好 我們更新一些利益 不過截至上個月的數 大概息率是五里幾 至十幾 十一里左右 它那個物業的組合有很多款 要看它持有什麼 有些物流 是的 因為它醫院都有 有的 所以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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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印度的 都有在新加坡上市的 中國的物業的 你見到其實 市率高一點 都是新興市場為主 就變成印度 中國內地 或者歐洲 那些 變成來講 如果新加坡本地的話 一般都是五六里息 這個合理的 其實就像香港的 你見領錢也是差不多 現在多了 價格下跌了 你兩天下跌了 所以我們有些問題 想請教一下 溫總 現在我們美金上到10 會不會對新加坡資產有什麼影響呢 加息期如果真的是美元 對於這一類 市場為主的 銀行 金融類的股份 又會是怎樣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 本身的 那個 息率走勢 或者美匯方面的走勢 我覺得 一定不會像去年一樣 去年每次加0.75 今次 接下來我就算再加下去也好 其實我初步覺得 五里半會有些阻力 至於可不可以再上 看看經濟數據 但是暫時 如果我看到這一刻的經濟數據 我覺得五里半其實 足以滿足到大家的需求 不過市場現在預期間是五里七 五至六里的 其實在說一下 作為大家參考 不過你知道 我知道 大家知道 其實在美匯裡面已經反映了很多 所以變成來說 就去到10580那些位置 再上去 其實那一刻 我自己個人覺得 107-108那些位置 就阻力大 其實105都搞了一輪 之前我也覺得這個位置 都不是那麼容易衝破 那是那些經濟數據 突然之間 不知為什麼 明明指數在下降 那些經濟數據突然間 就好到沒有人相信 too good to be true 那些人本身五十一萬七千份職位 那些大家都好像 如在夢中 所以變成突然間夾了 如果未來方面 正常一點 其實本身的美匯方面 未必需要那麼強 因為其實有一件事很重點 就是歐洲都在加息 其實那些人本身 就是歐洲加息 將那個 currency 因為 currency 這件事是零和博弈的 就是簡單說 美匯強 就是歐元弱的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一個貨幣 都是一個貨幣 所以變成來說 不是像去年那麼擔心 這個此其一 另一方面來說 對新加坡資產方面的影響 新加坡元有沒有大跌 其實新加坡元沒有大跌 你說新加坡指 跌到說的是 一元新加坡指 對五元港幣 你就說害怕 其實一元新加坡指 都是對六元左右 瓜哥提到的 其實你不是說 相當地是其他貨幣 只是有折腹 根本來是 那些大家要很擔心的 所以這份 我自己也不覺得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你看看以前的走勢 其實那些都是上上落落 這樣上上落落 其實瓜哥不是很大 很擔心的問題 因爲 所以其實我不是說 新加坡指 又不覺得有什麼 很嚴重的事件出現 有沒有金融危機 呀 新加坡那邊一定沒有 美國方面有沒有 其實美國暫時看都沒有 唯一看歐洲那邊會否有一間半家銀行 可能會有些問題 但是講了很久了 講到現在 又個別講了幾年了 好像Dosh Bank那樣講了幾年了 基本上講了幾年了 碎信是另外一間 但是講最終結果都是央行夠不夠 央行很夠的其實就差很遠 這是另一個故事 但是本身既然如果是美元 都已經強勞之末了 之前上年的跌跌不休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其實在未來方面分分鐘爬上去 去到137的位置都不再奇怪 這裏也有一個考量點在 所以其實新加坡資產 我自己個人覺得 不會有些什麼 暫時我看不到什麼特別大問題 它都比較穩定 還有復蘇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是慢了的 因為講的 之前的低基數效應的確就過了 現在回到正正常常 2%的GDP增長好像香港那樣 其實差不多 這個是合理的 我覺得是理解的 講的未來方面 他們比較積極 有些積極去吸納外資 它有一個好處點在這裏 就是沒有了中美的糾紛在這裏 即是那個人本身來說 美國不會拿它作為一個針對點 有時甚至乎 可能找它作為一個和視路 所以比方說它有這個好處在這裏 這個就是它的賣點 這個就是新加坡資產的考量點在這裏 至於加息美元 金融板塊會怎樣呢 老實講 加息一向對金融板塊有好處 新加坡圓都說 4.25元 那你其實講的不差 你美金都是4.75元 未來方面來講 美金上 新加坡圓一樣 新加坡紙一樣可以上 但它反過來 它還在 有一個 就是亞太區方面的發展機遇 因為為什麼呢 美國和內地方面來講 就是 有些亞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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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搬到東協裏做 搬到南洋 我以前叫南洋 越南 柬埔寨 印度 甚至乎印尼 菲律賓 印度 他們的金融中心是誰 他們的金融中心就是新加坡 其實裡面那些有錢的人 就喜歡把那些錢搬到新加坡那邊 所以比方說 新加坡也是有這樣的好處 因為金融方面來講 那些企業 他們賺了錢回來 賣錢 放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生意便容易做了 容易做了的時候 對金融的板塊 當然是好處了 多了有錢人 其實你知道是畢業之母 銀行就是跟著大家一起走 所以這有一個好處 一個是賣點 然後利息方面向上 正式差勢闊 這也是好處 第三就是剛才講到 那些經濟如果那邊是好的話 那你壞賬就少了 變成了你壞賬撥秘也不需要這麼多 所以對金融業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DBS那些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那些反而它的勢 它的勢更強過新加坡少少的 我喜歡看著新加坡 但是它的勢更強過新加坡少少 當然你說炒小的就定計 炒波幅我也是比較喜歡新加坡 但最後如果炒小的炒多少少DBS 我都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至於內地方面的增長 新加坡的股份受惠 正如剛才所講的 本身來說 有些東西搬到下面做 甚至乎那些可能是中國企業 那些就搬到下面做 其實那些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好處點 因為那些生意做得多了 再加上資源方面的需求 亦都可能大了 你沒有理由去買桶油 走回大陸買桶油搬下來 有桶油當然是在新加坡買 因為新加坡做鏈油最出名的 其實很正常 所以比例說 他們那邊的資源相關的板塊 可能都比較好 那些股價都 早前走勢都挺OK的 因為那些經濟正在復甦 其實對中旅的需求都會大了 那也是一個考量點 但如果香港人 我想就不必搞那麼多事情 其實什麼中旅遊 這些對大家來說 我認識的中旅遊 是用來汽車打納的 但是如果你說實實際際 金融股就比較簡單 金融股 新交鎖 甚至乎我們熟悉的 HKLAND Dairy Farm 其實那些是我們熟悉的 本身每天都在那裡做事 其實那些就是最簡單的 大家可以上他們的新交鎖網站 其實那裡有很多資料 可以上去看 新交鎖網站就是sgx.com 不難找的 就是這樣 是的 其實我昨天和英先生談完 我也想找Dairy Farm的股價圖 看看看看 有的 是 有的 是嗎 他跟我說了號碼 但我忘記是多少號 找不找到呢 因為在講 我下次再找給大家 是的 因為剛才講到內地的增長 其實很多新加坡股票 它做的生意都是內地的生意 有 所以我們可以再發掘一下 會不會有些新加坡的混合 然後有些受惠內地增長的一些股票 譬如我現在畫面上也有Capital 譬如以往其實也有些內地的業務 另外封益國際 另外新加坡航遊 就是中國航遊新加坡 這些都是和內地可能Capture到內地的增長 另外我們要回到這張圖 因為有一位朋友 先看看 我見到有人問 iFast 是不是可以 ER HOMER 買賣新加坡的PDP 以及Jacky就說 新加坡溫總公司有沒有做broker 業務 我根本就是broker 即可不可以trade新加坡的股票 根本就是新加坡 根本就是新加坡公司 我們根性苗紅的 正正中中的新加坡公司 新加坡上市的 甚至說是AI 我們這些股價有時走勢 Derry Frams也找到了 找到了 本身的Code就是DFIRG 如果我沒有教錯的話 名字就是DFIRG 不知道會不會是D01 D01 會不會是D01的Code 最近高位 最近他其實是高位 其實這些就是零售股概念 他其實都是炒回我們復常概念 這些是必需品概念 復常概念 復常必需品概念 大家看到這陣子 我樓下的Starbucks 以往我包場 一個人就可以包場 一個人一杯咖啡就包場 今時今日就敷了 是 輕微好像想加價那樣 他出多了新產品 不過anyway 那個是我的第二辦公室 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就是逆峰 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 叫逆峰 是啊 因為我少說他的中文名字 因為順峰就說得好像好聽 因為逆峰 這個逆 我怕人們誤會 那個逆和這個逆 逆回扣的逆和這個逆不同 所以通常我們很少說自己的中文名字 你知道飛機怎樣棄飛嗎 逆峰才棄飛 對 我知道 逆峰好 這個名字 我相信我老闆 我看這個中文名字 我就覺得好 但是我跟別人口說 大家就變了好像 就以為那個逆回扣的逆 所以我們通常叫iFast 有很多i iPhone iPad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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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st 大家沒有人反對 我們根據苗洪的 新加坡三大Pension公司 其中一間 所以新加坡所有人都認識我們 新加坡所有人都認識我們 等於香港最強的三個NPF的供應商 就是供應商 是啊 所以將來將來也有些東西 是跟香港人有關 不過我遲一點才說 有東西聽 是的 小路寶就說 溫祖學識淵博 很多資訊跟大家分享 SGX 不敢當 多謝一下 同學都看過新加坡街鎖的頭 是 這個S68 我們要記一記他們的NPF 有人看3008 我們就看看3008 3008就沒有問題 3008就上上66 近來去到320多元 早前去到3001元左右 就看到有些支持 近來就不要扔穿上去的底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成間略為弱了 你不太擔心的 近來會弱一點 但是我覺得去到4月有機會好一點 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大家盯著 金證法案 盯著兩會幹什麼 兩會期間過往都是很悶的 市場 通常都是很雜覆的 其實早兩天那幾下波動 已經算很少見了 其實過了之後 接著去到月尾之後 因為月尾是貴潔 剛才說過一開始的時候 怕他們內地的人 又拿去還錢 舊債未清新界免運 但是我怎麼怕他們水緊 加上內地 近期就停了 說的是再淨頭放 近來做一些正回籠 我相信去到4月份 他們又會鬆一點 4月份方面又會再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炒到這一刻 其實剛剛去到中間店 剛剛做轉折店 未來方面來說 應該上落市機會比較大些 上落市機會大 我們港交所成交方面來說 應該這樣說 香港的成交 我想是一千多億到 你說去到很高的 一千五樓上 我相信短期應該未必很容易 有的話可能都是跌市的 除非中央真的出人意料 你猜不到 就突然間出一些很奇怪的招數 大水漫灌 又或者可能不知道 有講過電動車下鄉 但是那天要去到大家 要發覺 嘩一聲的 我相信才有一個 這樣股價突然爆上的走勢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那天都是雜覆上落 那變成恆生指數 或者香港港股的交易 我想900億至1300億之間上落 應該大致上短期 月尾前的幅度都差不多 而如果去到下個月 看看有沒有機會上回1500億 如果上回1500億 又對港交所會有些幫助 但是港交所其實除了炒交易 那個成交之外 也炒過小 港股的小方面來說 要向上 對港交所方面來說 會比較有利 早陣子上到349 剛剛欠一元去到350 但是屈回來 那時恆生指數上到2105點 那下 所以難不難上到350元 樓上那些 不難的 因為21000 它影響上到差不多350 反過來 你說現在買又行不行 沒有問題 其實看你開多久 不要說明天就要買那些 就不好 但反過來你說我開一年的 我不擔心去不回近高位 即382元那些位 今年我應該覺得是要破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新低級 即是說到很感動 上了談 不是 起了談 不是很感動 起了談 有些人繼續留言 511 就說 困了一些阿婆的棺材本 現在升幅 就在縮紮 看看她會不會倒跌 幸好下午升上來都不知道 Susan就投票 叫他們說廣東話 我覺得我們觀眾好像沒有什麼人 真的買了電視廣播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因為她其實早兩天的成交很少 其實在這兩天才開始升 她一手很便宜 她一手100股 即13.5成100 即1000多元 是不是 其實早兩天 300多萬股成交 剛剛開始升那天 其實那些都是500多萬 500多萬股成交 但她今天成交厲害 她現在已經9億了 所以要留意會不會是專局 會不會派貨 會不會派貨 是的 你小心 阿婆要小心 所以其實我都說 不是買的時候 看多兩天 看多兩次 帶貨先 看看有沒有成績 這個就是 今早我們大概市況 iFast的廣告 我們又帶了 多謝 如果有興趣 經iFast 做一些新加坡股票 即是你們一開 就已經全部做得完 一開做完 其實是 我們一開做完 可以考慮一下 應該算是最便宜的 即是一開開那麼多 如果新加坡股票 0.05 0.05 有數計 有數計 很便宜 今天多謝溫總 帶來很多豐富的資訊 我們又去了一圈亞洲 跟大家去一次旅行 下次我不只是去機場 對 我們衝出亞洲 衝出機場 好 我們現在有1414 稍後回來 很快 看到Raphael的真人 會和大家說說美股的情況 一會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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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